明年二連霸 總冠軍現場見不見不散 滿開心的 第一次很興奮 然後希望可以再遊行個十次 開心啊 對呀送給我 我昨天開心到睡不著 當冠軍才會遊行嗎 開心開心 第一次體驗 就是一直揮手 亂叫 我覺得他們憋太久了 拍起來 還滿感動的 應該是兄弟第一次冠軍 然後遊行 本身我身為台中市的 一位市民 那我可以把中興兄弟的第一座總冠軍留在台中 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講是非常的光榮 見到這麼多的球迷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等了很久 對 那一種心態就是一次的 把這個幸福的感覺一次的爆發出來 在上面那種感覺是很新鮮的感覺 因為沒有過 很開心有這種感覺 然後看到了那麼多的球迷 然後很感謝他們 走進去一起 然後開心 對 我覺得後面塞了好多人 人很多啊 人超多的 然後這比較深刻一點 原來球迷的體能都這麼好 你們好像他們是從市府跑到週幾吧 都一路上都在跑 都看到同一個人在跑 對啊 看了好幾次這樣 滿辛苦的 感謝他們 各位球迷辛苦了 那 有你們的加油 那 有你們的等待 那這份冠軍是屬於大家了 這樣 大家都辛苦了 念辛苦大家了 然後謝謝各位球迷為我們加油 然後 我們還是就是 為什麼念 總冠軍加油 就是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對啊就是 休息時間跑來這邊跟我們一起 遊行 真的是還滿感動的 那也很感謝他們 我覺得這冠軍 對我們球隊跟球迷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里程碑 因為我們等了11年嘛 然後 你們拿到這個冠軍 其實 不只是為我們拿 為球迷拿這個冠軍 那代表我們的連霸之語 就要開始 所以謝謝他們 你這十年之中 很多的 七起夫子 那拿下這個總冠軍會 那種 我心情會更 更有感覺 更有感受 這樣子 相信不只有我們 球迷們他們 期待這個也很久 他們也 很多的 很多的失落 這一次拿下 我希望 後面我們能夠 也許十年